欧洲議會去年底通過決議 要求中共停止摘取法輪功學員與良心犯器官 日前芬蘭法輪大法協會和歐洲議會芬蘭代表處 再次舉辦反活摘器官研討會 包括加拿大人權律師戴衛麥塔斯 歐洲議會議員和芬蘭主流媒體都到場參加 歐洲議會於去年年底通過了一項緊急議案 承認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存在事實 在赫爾辛基的研討會上 麥塔斯律師介紹了他們收集的證據 這些證據從各個方面得出結論 中共政府一直在系統地殺害法輪功學員 盜取他們的器官賣給需要移植的病人從中盈利 國際反對強摘醫生組織醫生Harvard King 從醫生角度證實了中國在大規模地實行器官移植手術 並且等待時間短 器官涉及到人體的各個部分 而不是在其他國家常見的 只是肾移植 芬蘭歐洲議會議員Sawa馬稱這些證據是無法抵賴 和令人震驚的 芬蘭法輪功學員劉宇梅向媒體講述了 她在大陸被警察威脅活摘器官的經歷 麥塔斯讚揚了芬蘭對歐洲議會決議的積極跟進 芬蘭歐洲議員強調了政治家的責任 並號召每個人都要對此事做出貢獻 その僅 day上了雙方 Jar出院人手時 STOP准必須做出貢獎就經過其他人 在桌上 你能做的 我能做的 你能做的就是 直接拒絕文 直接發出訊息 你還有Facebook 你還有其他事情 所以現在大家都有機會 把他們的小小小的資訊 放在空中 最多有這些小小小小 最多人會再次顧著 芬蘭主流媒體 向公眾報導了活摘器官的研討會 新台人記者 視頻高磊赫爾新機報導